两大绝顶高手齐聚天山雪岭 即将进行一场惊天动地的比动 他们一人是扶桑第一高手柳生一剑 横扫中原武林无敌手 一人是昔日的魔教第一人燕北飞 出道以来未逢一半 其逢对手的两人手持配剑 以远超常人的速度冲向对方 为这场惊天大战拉开帷幕 但见柳生一剑剑法犀利招招杀鸡 全然没有防守的想法 将以攻为手运用到了极致 发起了连绵不绝的攻势 燕北飞挥剑抵挡且战且退 浑身上下全无破绽 在飞身跃起躲过一剧挥砍后 顺势转手围攻发起了反击 两人来到空中激烈交锋 以来我往转眼交手了二十几招 柳生一剑抓准实际一剑挥下 虽被燕北飞用剑挡住 却也趁机划破了他的棉衣 随后两人飞往相反的方向 立足于两座茅屋之上 前半场比拼显然是柳生一剑占据上风 燕北飞看了探被划破的棉衣 又望了望他要守护的妻子 妻子的笑容便是他最大的力量源泉 也就是在这一刻 燕北飞的友情之剑达到了巅峰 向柳生一剑发起了凌厉反击 剑随心动意到剑出 燕北飞脚踏木创身若游龙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一剑斩伤柳生一剑的右肩 随后剑尖点逼往后借力 剑势犹如漫天细雨飘洒而来 柳生一剑防守不及诱重一剑 为了摆脱眼前的颓势 柳生一剑挥剑抵挡的同时往后飞去 以燕北飞来到茅屋之上交战 燕北飞越战越猛紧追不舍 与柳生一剑空中激斗数个回合 先后从天而降进入茅屋 茅屋之中煞事剑内剑气纵横 两人瞬间化身拆家达人 柳生一剑抢先破窗而出 一剑斩下茅屋盾十一分为二 燕北飞毫发无伤跃上半空 使出了他的必杀一剑 柳生一剑同样不甘示弱 用出了击败仓壁的第二笔剑 这场惊天大战终于落下帷幕 燕北飞竟然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用柳生一剑的剑法击败了柳生一剑 燕北飞看着认输的柳生一剑并未言语 转身柔情似水的望向妻子 带着妻子离开了此地 四大掌门见到平安归来的燕北飞 已然猜出了决斗的结果 燕北飞完成了四大掌门的条件 他也要出莽兑兑现当日的诺言 你要我做的事 我已经办妥 我要你做的事 马上进行 公孙燕见燕北飞大胜而归 提出要为他举办庆功宴 楚心如理解丈夫的想法 初言拒绝了四大掌门的好意 和燕北飞回到了隐居的木屋 燕北飞刚回到木屋 一口鲜血便喷涌而出 显然在与柳生一剑的比斗中受了内伤 楚心如照顾着燕北飞 询问他伤势到底怎样 四经八脉尽损 十二个大学 闭塞 我现在的功力只剩下一半 出道以来 从来没有受过那么重的伤 燕北飞虽然取得了胜利 却落得个两败俱伤的下场 再看同样重伤的柳生一剑 他想不通自己为何会输 更重要的是 燕北飞是用他的剑法击败了他 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 彻底让柳生一剑心如死灰 这一切被昆仑派的探子看在眼里 探子将情况告诉给了公孙燕 公孙燕得知柳生一剑重伤欣喜若狂 然而燕北飞安然无恙 却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 柳生一剑伤得那么严重 而燕北飞竟然一点伤也没有 看来我们这次 低估了燕北飞的实力 燕北飞真的安然无恙